他就会有一些手机 然后拿了一个小号去跟一个 他说是女同事嘛聊视频 然后我看到的话就会把它删掉 我就觉得有点鬼鬼祟祟的 是真的就是一个女同事 当时打了一个视频过来嘛 有些内容不方便 就是让他知道 什么内容不方便 工作方面的 你们俩都是销售是吧 对对对 是敬业禁止吗 也不是 那有什么不方便的呢 因为他经常有翻我的手机的习惯 我怕他就是拿我的手机 跟我的女同事 又会引起不必要的那些麻烦 所以我就把它先把它删掉 希望我明白了 就是南方的解释是说 我希望有一个个人的一个空间 是这意思吧 是的 但是您会觉得说 两人谈恋爱了 你干嘛偷偷摸摸 还背着我还扇东西 是这意思吧 是的 好 还有什么事呢 还有就是有一次 我在柜子里面 我发现有一盒草莓 但是因为他的一个习惯的话 他草莓的话会放在冰箱 或者是直接放桌上面 后面我就问他 这是送过谁的 他说是送给一个女同事 然后是女同事过生日 那我说你为什么放在柜子里面 不是 你做事 你老偷偷摸摸的干嘛呀 不是 我就是 炸得方方的嘛 因为我觉得他老是留言 一身一鬼 因为那个小号的事情嘛 所以我就 还是为了引起 非常麻烦 可能就是我觉得 多一件事 不如少一件事 我觉得还是 不关乎他 那个不一样 你可以光明正大的呀 你也不要残起来呀 而且我怎么知道是你同事 还是你在外面的一个女性朋友 我也不知道啊 这个不是重点 关于行为要偷偷摸摸的 你说说你小号 怎么还会有小号呢 我刚才就没问 我小号 工作需要吗 我也工作一个号 然后生活一个号 那你也没跟我说过呀 这个是不正常的 就是您说您有十个号 我觉得也正常 核心是 这是你女朋友不 是的 那你开两号 你是不是需要告诉他呀 可能是我考虑的不周吧 您这些真轻描淡写 类似于此的事还有吗 还有就是 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到晚上一个人打电话过来 是女的 因为我听了声音 然后那女的喊她去接 她说是那个 她哥们的一个老婆 这个她全是有点 这个无语取闹了 因为我那个哥们也好 我那个哥们老婆也好 她都见过的 而且我跟哥们的老婆 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都是高中同学 都不分彼此的 还是分一下彼此吧 这得分彼此吧 我想表达的就是说 我跟他们关系都非常铁 是是是 然后他们只要是 你有困难 有什么要想帮忙的 他会第一时间想到我 如果说我有什么困难 有什么要帮忙的 也会第一时间想到他们 这理解 后来是您自己去接的吗 是的 为什么不带着女朋友一起去呢 他没有带我去 他直接就自己一个人开始去了 这么好的朋友不是也熟络一下吗 没有 我觉得可能大晚上 还是有点不方便吧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 她是你女朋友 那是你的好朋友 有什么不方便的呢 其实没什么 只是我觉得就是她想多了 所以就是这样 好多事说不清楚 可能你 就是我们站在了自己思维的一个立场上 来做这件事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 确实女性会觉得没有安全感 因为她的感受是 你什么事都背着我 这是所谓在情感专一度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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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